中国女排国家队已经解散,各成员都陆续回到省队或者是开启了休闲度假之旅。 作为进攻核心的李盈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总结了本赛季的表现并展望了新赛季。 谈到赛季表现,李盈盈表示三大目标已经兑现两个。 年初国家队集训时就定下了三个目标,分别是是联赛晋级四强,巴黎奥运会资格赛第一时间出现和杭州亚运会夺冠。 如今,三个目标只有巴黎奥运会资格赛第一时间出现没有完成,其余二大目标均已实现。 尤其是是联赛飞弹完成了四强目标,而且还超额完成,击败了众多强队挺进决赛,虽然输给土耳其未能夺冠,但也创造了是联赛参赛以来的最佳战绩。 杭州亚运会更是一局未丢,连赢18局拿到冠军。遗憾的是,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出错。 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,未能笑到最后。 对于李盈盈而言,本年度可谓是她进入国家队以来最累的一年。 东京周期,李盈盈只是球队的替补,所以出场时间较少,随着张长宁、朱婷、刘晓彤等人的离开,李盈盈一跃成为进攻核心,她需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。 目前这支队伍里,李盈盈是最不可或缺的一员。 进攻方面,不管是一传到位或者是不到位,李盈盈都需要肩负很重的进攻压力,尤其是不到位的情况下,她是队伍里唯一有调整功能力的球员。 比赛当中,我们可以看到,刁林宇传遍了所有进攻点,最稳定的下球点依然是李盈盈。 尽管有背篮,有失误,但她值得信赖。 打完最后一场比赛,李盈登上领奖台后,却需要其他球员搀扶之下才能下台。 这一幕让无数球迷累目。 每次比完赛,李盈都累得气喘吁吁,需要靠在板凳上才行,双膝更是敷上厚厚的冰带。 新赛季,由于中国女排还没有拿到奥运会参赛资格,所以李盈盈不能停歇,她将继续带领中国队向巴黎奥运发起冲击。 希望在明年的比赛中,蔡斌可以让李盈盈多一些休息和调整。 比如,在打一些弱队或者是大比分领先时,应该替补球员多打打,让李盈盈获得轮休机会。 随着吴孟杰的入队,中国女排主攻线人员吃,锦的情况已经得到了改善, 完全有条件做出调整。 即将开始的联赛,也希望天津女排可以多一些包容,给李盈盈放一个长假吧。